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公元前681年,齐国在科之盟彻底让鲁国归附后, 曹国和魏国也纷纷跟随大势,投入了强大齐国的怀抱。 现在只有宋国和郑国两个中原大国没进入齐联盟体系了, 宋国实力与齐国相差无几,自然不肯轻易就范, 而郑国在强大楚国北境的压力下,不得已归附了楚国, 自然也不肯给齐国好脸色,毕竟楚国距离更近,这是近在咫尺的威胁。 而就在这时,新即位不久的宋桓公未稳固权势,竟然发动大军攻打齐国。 现在齐人不忧天了,他们只担心被宋国灭了, 所以立刻派人去向霸业出城的齐桓公求救。 齐桓公也正恼火,年初齐国第一次举办诸侯会盟之时, 宋桓公逃盟之举,现在机会和借口都送上门来, 搞定宋国的时机终于成熟了。 于是,在齐桓公六年公元前六八零年春, 桓公召集了陈军、曹军两个小弟,徽军直指宋国。 不过这次齐桓公学乖了,他总结当初北信之盟失败的经验教训, 在兵发之前特意亲自去了承州一趟, 告诉桓公被盟并亲其人的刁壮, 并请示周天子同意此次他们伐宋之举。 周天子当然同意,不但同意,而且倍儿开心,倍儿欣慰。 按照辈分上来说,周天子周西王得叫齐桓公生姐夫, 况且两家自打周武王与江太公的时代, 旧世代联姻,齐国历代先军也都兢兢业业, 助周天子开疆拓土,教化遗敌,贡献巨大。 再加上春秋以来天下礼乐崩坏, 诸侯们各行启事交相混战, 已是过气明星的周天子别说管不了, 甚至有时候都没人知会他一下。 他这个名义上的天下最高领导人, 也不知当得有多郁闷, 只有齐桓公动不动派人来请示报告, 对他如此尊重, 如此卖他面子, 这可真是大大抚慰了他那颗伤痛已久的幼小心灵。 你说他能不欣喜感动吗? 看来齐桓公在政治上越来越成熟了, 至此他的称霸天下大战略已经成行了一半, 这一半就是尊王。 在齐桓公之前有个郑庄公, 当时他的实力并不比齐桓公差多少, 但他的霸业为什么没能成功, 就是因为他没有做好这两个字。 于是周天子对齐桓公这个姐夫大家赞赏了一番, 并派周青是善博, 率领王师与诸侯联军一同伐送。 齐桓公等的就是这句话, 现在他有了周天子这把上方宝剑, 大大增强了联军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和权威性, 害怕天下诸侯不乖乖奉令吗? 果然, 宋桓公因科之蒙后, 齐桓公生育日聋, 又见天子之王师亲至, 哪里还敢造次, 赶紧向齐桓公承认错误, 请求原谅。 齐桓公大方地原谅了宋桓公, 并表示以后两国要团结起来, 一致对外, 互惠互利, 齐心协力, 共同为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。 宋桓公感激涕零, 当即表示无条件支持齐桓公当霸主, 谁敢反对, 我宋国第一个跟他干, 宋乃好谷之国从来罪目仁义, 当年郑桓公不够仁义, 所以宋国老是给他捣蛋, 搞得郑桓公只能小霸一下, 而无法进入春秋五霸之列。 如今, 齐桓公手持尊王的人义大旗, 正是对症下药给了宋国一妙针, 于是宋国彻底服了, 从此终宋桓公一生, 乃至他的继承者宋湘公, 都是齐桓公的忠实盟友与头号小弟, 安前马后不遗余力, 在他晚年还每每以齐桓公之势教导棋子, 结果矫枉过正, 把宋湘公给搞得过瘀了, 这是后话。 现在临近齐国的宋国和鲁国都已经投诚, 宋桓公便决定将霸业推向更远的地方, 郑国是中原大国, 却违抗亡命, 投靠楚蛮, 必须赶紧搞定以尽校游, 于是管仲给齐桓公定计, 用以地篡凶, 犯愤逆轮的名义, 把现任政军赶下台, 扶持流亡在外十七年的郑立公复位, 话说得好听, 岂不知当年宋桓公也是以右弟上台的吗? 没办法, 谁叫你郑国比齐国弱, 弱者就是原罪, 话语权永远掌握在强者手里, 于是在齐桓公的暗中支持下, 郑立公成功发动政变, 回国即位, 作为交换, 郑立公表示投入齐国的怀抱, 于是在这年冬, 周大夫善博与齐桓公, 宋桓公, 魏惠公, 郑立公, 在眷地会见, 商谈会盟事宜, 四年春, 公元前六七九年, 齐桓公, 九合诸侯之第二合, 甄织盟在一片友好和谐的气氛中, 甄帝成功落下帷幕, 此次会盟, 宋、魏、郑三个中原大国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, 同时, 这也是周王氏第一次派大夫参加诸侯间的盟会, 给了齐桓公巨大的面子, 左传称, 甄织盟, 起始博业, 让我们记住历史上这伟大的一年吧, 从这一年开始, 混乱不堪的春秋乱世终于迎来了一个伟大的齐桓公, 他将赋予天下一个新的秩序, 一个新的希望, 他将带领天下誓死保卫我们伟大的华夏文明, 建立一番能够媲美于他先祖江太公的伟大工业, 齐桓公花了七年的时间, 终于成为了春秋历史上第一位霸主, 然而在霸业之初, 他的地位并不稳固, 齐桓公八年, 公元前六七八年秋, 宋的附庸国逆国叛宋, 齐桓公作为老大必须要为小弟插刀, 于是帅宋诸二国一起去教训你, 没想到郑国却趁此机会侵入宋国, 经河南商丘, 完全是去年的甄织盟如无物, 齐桓公身干恼火, 便于次年下, 帅齐宋为三国联军一同罚政, 郑立公是个有名的枪头草, 看似不对又赶紧派人向齐桓公请和, 齐桓公连续征战为小弟出头, 尽显带头大哥风范, 这就是老大, 老大就是既为自己的利益插小弟两刀, 也为兄弟的利益插别人两刀, 而为了重申国际秩序, 共尊王室权威, 维护世界和平, 齐桓公决定趁此机会再举行一次诸侯盟会, 是年冬, 齐, 鲁, 宋, 陈, 魏, 正, 许, 华, 藤, 九国大会于幽帝, 这便是齐桓公九和诸侯之第三合, 也是春秋初年最盛大的一次盟会, 幽之盟, 这里要顺便解释一下, 所谓齐桓公九和诸侯并不是说齐桓公只举办了九次盟会, 而是泛指多次盟会, 因为九是周一中的杨树之极, 古人常用他表达多的意思, 其实据实际史料统计, 齐桓公在位43年召集和主持诸侯国间的大桥会盟达到22次, 这在古代交通部发达的时代是相当夸张的, 总之, 幽之盟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, 成功的大会, 胜利的大会, 这次大会参加的诸侯人数众多, 人心最奇, 齐桓公的霸业再次升级, 进入了一个新高潮, 另据管子记载, 在这几次会盟中, 管仲得以在列国中通过了三条重要的经济条款, 第一条是慈善事业, 即养孤老, 时长及收孤寡, 第二条是统一度量横和环抱事业, 即修道路, 斜度量亦称数, 守则以时尽发之, 意思说各国要修整道路统一度量横, 以便各国经济交流, 同时还要对山林川泽要按四十之序进行开发利用, 不要烂砍烂罚, 何则而鱼, 当然这一条虽然富有远见着实, 但牵涉太多, 光靠盟约是很难执行起来的, 最终还是得靠三四百年后的商鞅秦始皇, 第三条才是关键的重头戏, 即规定田租百取五, 市富百取二, 官富百取一, 这是要求各国降低田付和关税, 低田付则是名有余钱, 低关税则利于商品流通,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WTO吧, 今天的经济学家都知道, 低税率的政策有利于经济大国的商品输出, 但两千年前的执政者却未必都了解这层深意, 管仲正是打着古王仁正的旗号, 偷偷夹带私货, 真是太贵了, 总之, 齐国通过这几次盟会, 大大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与经济实力, 齐桓公和管仲很聪明, 他只欺负小弟, 管教小弟, 却从来没有打算消灭对方, 最而小国和都市城邦不算哈, 也就是说, 齐国只注重在国际上大张齐国利益, 却不会对某个国家提出领土要求, 在政治上, 齐国要的是诸国服从齐国的权威与意识形态, 在经济上则要求诸国开放本国市场, 以便齐国的优质产品倾销天下, 并趁机控制各国的经济命脉与市场价格, 如果对方不就范, 那就用道德舆论打压他, 联合大家孤立他, 或者培养代理人控制他, 看看这些招数多像如今的美国, 到了齐桓公19年前667, 周慧王终于遣亲世赵伯廖父亲, 自封桓公为方伯, 在手续上正式确认了齐桓公诸侯领袖的地位, 齐桓公的霸业升级升级再升级, 成为了相当于联合国安理会唯一常任理事国的存在, 然而齐桓公请你不要志得意满, 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历史使命在等待着你, 请你做好准备, 大胆地往前走, 别回头, 莫迟疑, 因为满一门也准备好了, 准备入侵华夏世界了, 天下呼唤春秋霸主的闪亮灯场, 这将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新起点, 新时代。